想要不穩定生活的人 赶快来跟双鱼在一起哦 传说双鱼女 到底哪个才是双鱼女的真心呢 你有双鱼女的闺蜜吗 是不是常常看她很快地陷入爱情 又很快地陷入下一段爱情里呢 只要双鱼不讨厌你 而你又长得不算太丑 基本上就对你有好感了 他们门槛很低的 越好看忍受度就越高 所以你就知道双鱼有多忙了 毕竟这世界上总的好看的人可多了 他要在意的人也很多 当双鱼发现了某个人很喜欢他以后 他其实也会默默地开始关注这个人哦 甚至会变得很在意 所以你先喜欢他是可以催眠他的 其实双鱼座的自尊心非常的高 很爱面子 大家都以为狮子座才爱面子 你错了双鱼也非常的爱 看起来谁都好 但他们能跟别人讨拍的都是小伤 真的遇到重大挫折 他们是宁可自己躲起来疗伤的 因为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状态很不好的样子 那可是这样的你是不是就少了 让别人靠近你呵护你的机会呢 是不是也默默阻断了你的桃花 某种程度如果这个双鱼害羞到一个程度 他也可能是那种傻傻看菜被端走而不会吭声的那一款 一场聚会中的话你可能就看到某一个天菜就坐在远方 但是因为太害羞了 然后整晚不敢跟对方讲话 只能默默的偷看对方 就这样不知道错过多少道菜 双鱼很容易在一开始认识对方 就给满分 然后随着相处发现问题越来越多 新装的小本分就会默默的开始帮你扣分了 我们常说双鱼追求浪漫 极致的双鱼浪漫就是满分 你们情感洁癖非常的严重 你无法忍受任何污点 一点点都不能 所以你希望对方一定要符合你心目中的满分标准 要双鱼女跟不是满分的对象谈恋爱 根本就是要他的命 双鱼女的满分癖也适用于朋友的男朋友 他们总是对朋友的男朋友挑剔的要死 没办法 他太犀利了 他有一个火眼金睛 他觉得天啊 我觉得你很不错 你怎么会跟这种人在一起 常常把朋友搞得很头痛 其实双鱼可以同时对很多人触电哦 所以啊 常常就会让人觉得他很花心 而且原因五花八门 只可能是对方的一个眼神 一句话 一个行动等等 可是这样子周遭的人就会看不懂啊 对不对 也会让想追求双鱼的对象 以为双鱼已经心有所属了 双鱼女要嫁是嫁给爱情的哟 一段感情中他在意的是相处起来的感觉 你们的契合度 希望一切都通往他理想中的浪漫爱情 所以往往会把现实看得比较轻 或者是没关系现实我来 好不好双鱼座很能干 他面包他也会赚OK 再来就是他们的侦探能力了 他们是SSS级 他们的侦探能力真的很强 只要是跟你有关的事 他都会翻出来记在心里 世间你的生活圈 并且不让你知道 是不是听起来很厉害呢 如果今天另一半跟双鱼女说 宝贝啊 我被调到南非工作了 可能你话都还没说完呢 双鱼女已经在说 好啊 我跟你一起搬过去 没见过这么追求不稳定生活的星座吧 想要不稳定生活的人 赶快来跟双鱼在一起哦 老师双鱼女是不是很容易 身陷在布鱼的面中 的确是比较容易招来烂桃花 非常容易 双鱼的课题就是牺牲奉献 所以各种需要双鱼 去牺牲奉献的考题都会来清净 然后双鱼也很容易被这种 命运性的 布鱼很命运性啊 对不对 因为就是不是顺利的感情 如果是一个干干净净的大男孩 说不定对双鱼反而没有那么吸引力 反而是一个好像很受伤的灵魂啊 或者很需要他帮忙的啊 反而让双鱼很有感觉 所以要小心 双鱼越有感觉的又要小心 所谓的两眼全闭 是双鱼自己愿意闭上的 所以你只要愿意打开 你怎么会看不见 你什么都看得见 你马上知道这段感情适不适合你 其实双鱼心里有数的 双鱼有理性的那一面哦 所以开关在你的手上呢 就看你怎么用 稳定好不好 我们学习金牛做的无聊和稳定 嗨大家好 我是唐启阳 从这个月开始 我就会在Vogue频道 跟大家见面了 我会在这里呢 分享很多新作的小尝试 或占心的小知识 我们Vogue见